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上帝的安排 安排你去那边的话 你就跟着上帝走 就回复了 航警在桃园机场 拦截到一名即将上飞机 去柬埔寨工作的男子 没想到聊一聊 航警发现事情 越来越不对劲 我想说如果到目的地 要上人家的车子 他就把你控制住了 那边连拖带拉的 男子就脱走了 男子表示在求职网上投履历 突然有位女子来电说 自己也是基督教教友 邀请他去柬埔寨赌场当荷官 不只高薪还轻松 连机票都是免费的 男子离可行动 从高雄坐车到桃园机场 准备搭飞机 索性遇到警察拦下 最后在强力劝说下 男子才放弃搭机 柬埔寨诈骗层出不穷 航警特别在机场大厅 高聚高师牌 提醒大家不要被骗了 高薪轻松喊机票的都不要去 警方发现诈骗集团 会找没工作的人下手 并以高薪又轻松的工作 包机票包住宿等话数 吸引被害者 不过一到当地诈骗集团 就马上把被害者的钱包 身份证护照通通没收 甚至虐待卖器官压榨性侵 想要再回台湾就很难了 记者刘志长王云廷 桃园采访报道 换え封骗集团